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可能很快要和大熊猫告别了 因为三只大熊猫将于12月离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德国的Burkenstock在纽约IPO中目标估值为92亿美元 RBC资本市场对其全球前30个股票建议进行了两项更改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女性的声音和选票在教皇即将开启 有关教会未来的梵蒂冈会议上占据重要地位 多伦多星报 教皇方几个首次允许女性与主教一同投票 参与讨论天主教主教和信徒的全球会议 讨论教会的未来 为期三周的主教团会议将于10月6日开始 女性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讨论诸如女性在治理中的地位 LGBTQ加天主教徒和神父的独身制等问题 尽管女性在梵蒂冈和地方教堂中已经获得了高调的职位 但她们长期以来一直要求在教会治理中有更大的发言权 包括在主教团会议上享有投票权 以及在弥撒中讲到和被著盛为神父的权利 这次主教团会议是对普通天主教徒 对教会未来希望的两年调查的总结 对于以前境界话题的真正改变的可能性 给许多女性和进步派天主教徒带来了希望 但也引发了保守派的警惕 她们担心这可能会分裂教会 一家加拿大股票被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2023年 全球前30大投资理念中移除 加拿大环球邮报 快乐的消息 印度尼西亚诞生了濒临灭绝的苏能达拉犀牛 这是最小最多毛发的物种 澳洲ABC 上周一只冰尾物种苏门达拉犀牛 在印度尼西亚出生 这只雌性幼崽重约27公斤 出生在瓦伊坎巴斯国家公园的苏门达拉犀牛保护区 幼崽的母亲拉图今年22岁 身体状况良好 目前全球仅剩80只苏门达拉犀牛 这次出生对该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苏门达拉犀牛是五种现存犀牛中最小 最多毛的一种 原产于东南亚地区 熊猫贷款的未来堪忧 因美国准备告别华盛顿明星 南华早报 美国可能很快要和大熊猫告别了 因为三只大熊猫将于12月离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大熊猫每乡天天和它们三岁的幼崽小奇迹的借用协议即将到期 它将返回中国 大熊猫的离开标志着国际动物保护和关爱成功故事的一个篇章的结束 目前还没有新的借用延期或协议来确保有另一对大熊猫来取代它们 Roxone Road关闭了 为什么寻求庇护的申请仍在增加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今年迄今为止 尽管关闭了热门过境点罗克斯汉姆路 加拿大已处理了超过8万份寻求庇护申请 其中一个原因是 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的国际机场已成为寻求庇护者的吸引目的地 移民部门已实施了一项新政策 以加快临时签证处理 使人们更容易进入加拿大 然后在抵达后申请庇护 然而 加拿大政府对数字和政策并不透明 引发了人们对其是否转向相对开放的边境政策的担忧 前领导人表示 妇女权益被扣押 未报 联合国UN已成为妇女权益的战场 全球性别平等受到破坏 一群前联合国领导人表示 这个名为GWL Voices的团体 呼吁大会引入一项规定 要求该机构每两年有一位女性领导 GWL Voices还要求联合国的下一任秘书长是一位女性 自1946年以来 有78人当选为联合国主席 其中只有4人是女性 从未有过女性秘书长 德国的Burkenstock在纽约IPO中目标估值为92亿美元 加拿大环球邮报 德国鞋类品牌Burkenstock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寻求估值高达92亿美元 该公司计划出售3226万股 每股价格在44美元至49美元之间 已筹集15.8亿美元 尽管9月份新上市股票表现不佳 引发了对投资者对IPO兴趣的担忧 Burkenstock仍然决定继续进行IPO 该公司以舒适性为重 而非时尚 因此在时尚爱好者中越来越受欢迎 部分原因是它在最近的电影《芭比》中出现 欧盟外交部长在乌克兰基辅 举行了前所未有的海外会议 半岛电视台 来自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长 在乌克兰举行了一次峰会 这是该组织首次在欧盟境外举行会议 此次会议是乌克兰政府继续推动加入欧盟 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持续的背景下举行的 这次峰会被视为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以及决心长期支持该国的信号 欧盟成员国以及美国和英国已经向乌克兰 提供了军事和财政支持 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在六度简报中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谈谈范蒂冈的会议 教皇方几个首次允许女性在全球会议上 与主教们一起投票和发言 讨论教会的未来 这是对许多女性和进步派天主教徒的一个重要突破 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担忧 不过这次会议的举办给了我们一种希望 即教会可能会在以后的治理中 更多的考虑女性的声音和权益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加拿大的股票市场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2023年 全球前30大投资理念中 有一只股票被移除了 取而代之的是联合太平洋和 Americal Realty Trust 这些改变显示市场对不同行业的投资前景的变化 也提醒我们投资者们需要时刻关注市场动态 让我们来看一个令人开心的消息 一只濒临灭绝的苏门达拉犀牛 在印度尼西亚的瓦伊坎巴斯国家公园出生了 这是对这个物种的保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 也给了我们对保护动物多样性的希望 然而还有一些消息让人不太开心 美国即将与华盛顿的大熊猫告别 因为它们的借用协议即将到期 这标志着一个国际动物保护和关爱成功故事的结束 我们期待着看到是否会有新的借用协议来取代它们 此外 加拿大虽然关闭了罗克斯汉姆路的热门过境点 但今年迄今为止 已处理了超过8万份寻求庇护申请 这说明即使关闭了一个过境点 寻求庇护者们仍然能找到其他途径进入加拿大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加拿大边境政策的担忧 是否趋向于更加开放 最后 让我们来谈一谈联合国对妇女权益的重视 一群前 联合国领导人表示 联合国已成为妇女权益的战场 并呼吁引入规定 要求每两年有一位女性领导 这是对全球性别平等问题的一种提醒 我们希望联合国能够更加重视妇女的权益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范蒂冈的会议有什么看法 对加拿大股票市场的变化有什么想法 对濒临烈绝的苏门达辣犀牛的保护有什么看法 以及对其他新闻内容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中留下你们的问题和想法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